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难过 但是我们又不能让自己不难过 天天说放下 但是又放不下 其实这些都跟人的心灵有关系 实际上一个人要学会控制好自己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呢 你就是能够控制这个你自己这个心灵 因为心灵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社会上不是说身体健康 是说身心健康 身体健康了你的灵魂才能健康 你的灵魂健康了你的身体才能健康 所以身心健康是我们未来的取向 希望大家能够在精神上健康 发喜那么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 新西兰就是这么美丽的土地上 还想看一下新闻 我们考读一些的 每年大概有一万四千次大小的地震 因为它这是世界两大开的构造上 另外呢 我们呢 大家也知道 现在呢 这个以巴战争呢 又让几百个人上命 而且呢 单单我们说 很多来自于上海人 我们随便简单地讲 这个世界 联合国的工商组织 曾经统计过 这个世界每天呢 大概一秒钟是死1.8人 那么一天下来就算死 大概要15万到16万人 想一想 单单上海每年死与常来的人 有三万五千人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在收人 所以呢 现在呢 让人类要有信仰 让上帝和福尚能够来帮助我们 是我们每天所想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自己要想到能够救自己 你才能让人家来救你 如果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不想救自己 那别人是救不了你的 所以呢 有一对夫妻 这是我上个星期刚刚在澳洲 一个博友传给我们的 教育台上救救他们 刚刚结婚了两个月 离国了 台上一看 就是前世的恶人爆发 还有同样我们学婆的人 结婚四年没有怀孕 什么医生都看过 什么药都吃过 在家念了两个月 马上就怀孕了 还有一个最近上个月 昏迷一年半的植物人 全家帮他念经 他神奇般的醒了 这就是学心灵版本的行处 我们再想一想 现在很多人 为什么年纪大的 为什么老妈妈活得长 老伯伯年纪大的活得少 所以老妈妈多 老伯伯少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强异一下 学佛修心的人 是老妈妈多 还是老伯伯多 老妈妈是佛的人 所以很多人呢 每天都想 有贵人要帮助 其实贵人是谁呢 贵人就是 你们帮助的人家 人家再转过来 帮助你们 他就是你的贵人 但是很多人 都不想先去帮助人家 要想人家先对他好 他才想去对人家好 这个人 他得不到贵人的帮助 所以真正的贵人 是以给人家施舍 给人家帮助的人 他才能获得 人家的帮助和法护师 这样的话 你就能经常得到贵人 所以不要说 我这个人没有贵人帮助 我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 如果经常去帮助人家的人 他一定能够得到 更多的贵人帮助他 谢谢我 罢子 谢谢我 谢谢你 fala